傅少李宗睿涉嫌下药迷奸偷拍多名女子 检方在今天贞结起诉了 目前认定有至少60名的被害人 因此检方向法院求处罪重的30年有期徒刑 来听听检方刚刚的说法 而且本案被害人皆为被告之女性友人 被告李宗睿竟心存不良 利用被害女子对其之信任 带其回居所加以性侵 甚至进一步录影存证 当作战利品收藏 其犯罪之动机以目的令人罚子 而被害女子遭此伤害 身心严重受暢 已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 其人际关系已交友 转机内恐怕都无法摆脱沉重的阴影 检方表示李宗睿投案后始终是否认性侵 其中虽然有人表示是自愿和他发生性行为 但是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同意就被拍摄不雅的影片 因此认为他恶性重大毫无悔意 依照妨害性自主妨碍秘密等罪 合并求处30年最终的有期徒刑 另外李宗睿的吸毒也是呈现养性反应的 因此检方也向法院申请观察乐见 来者 请观察乐